你可别以为有七调色能被电脑取代 像我这种零散调色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 因为不到顾客家 你根本不知道要调哪个颜色 而且调色的分量就只有我纸上这么多 多一点都是浪费 下面我来仔细讲讲这个绿色的调色方法 这个颜色比较鲜艳 我首选了师傅常用的白 黄 蓝 主要就是多加点黄 再加点蓝 然后加白调浅 大致的色相就出来了 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看我接下来怎么消色 我要通过几次试色 根据最终色相用白调浅 用黄蓝调绿色鲜艳度 很多人在这个消色的过程中会迷失方向 也有很多人因为加色不准确 把握不住而放弃 每个新手调色师傅 都必须经过上千次的调色 才能达到轻车熟路的程度 最后 如果你有调色方面的问题可以告诉我 我会根据大家的问题出视频解答 字幕by b League 니 much up the fuck up 你就别再难过